我是方德华,我在高铁上,高铁前方就是湖北的咸宁了 准备带大家看一下咸宁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对咸宁不少了解,然后我百度了一下,读点百度百科 大家听一下,咸宁是湖北的地级市 它下面一共有一个县,不对,是一个县级市,一个市匣区和四个县 总面积1033平方千米,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,咸宁有265万了 这个我就不给你精确到个数了 咸宁呢,处在华中地区,湖北省的东南部,素有湖北的南大门之称 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成员 这不是我说的,这是百度百科说的 咸宁呢,曾经获得过全国最适宜人居住城市 中国魅力城市,中国温泉的城,国家森林城市,繁一大堆 就是十几个,十几二十个的农与称号 反正非常厉害 2020年的GDP呢,是1524.67亿元 跟19年比起来下降了4.9 这个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咸宁呢,有好几个火车站 百度上说有咸宁站,咸宁北站 咸宁南站,咸宁东站,赤壁北站,赤壁站 这也不是我说的,这是百度说的 OK,这个就是咸宁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,很多人没有到过咸宁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听完我这种从百度百科上copy来的东西 你对咸宁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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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